台灣民眾黨有沒有輸 沒有 但是我們真的沒有輸 那當然我也是選擇一些 主席喜歡的東西 跟一些他喜歡看的書 我發覺他在面什麼陣 他在廁所裡面洗澡大號 我哪有去看1.2.1的房子 我記得我有時候時間是有去 立法院那邊逛過街 但是我沒有去看過什麼房子 對啊 因為想要兒子結婚 本人變成一個名人之後 我就很少去櫃台了 用一個機器對我來講比較沒有壓力 用ATM理財人方式 變成人家離知我罪名的一個證據 我最近這幾天我會去銀行去申請 那個交易明細的資料 我的錢每一分每一筆 都是清清楚楚 乾乾淨淨明明白白來的 蛤 拿錯了是謊言豆沙包 面對爭議陳佩琪不敢公開受訪 躲在銅溫層內訴苦被超家滅足 不過他也再度說明 他確實有去ATM存款 原因是不想讓人覺得 他是市長夫人在耍特權 加上使用ATM不用等銀行開門 時間上也比較自由 我過去就會用這個習慣 在做ATM的提前跟存款 去轉帳給一個小孩的時候 你要帶你自己的存折印章 然後密碼不能夠忘記 那也要注意小孩子的存折 也要帶去包號碼 你也講不起來 所以我要認為說我用兩張的提款卡 去提領然後存進去 這樣快 就是就不用去那邊等 而且不用需要銀行開門的時間 陳佩琪透露這是他多年來的習慣 然而卻是自相矛盾 因為使用小孩的銀行卡到ATM存錢 還要輸入密碼 而且這不就是等於承認 拿小孩的賬戶處理金流嗎 金週刊還爆料 陳佩琪曾經將619萬元分60次存入自己跟三名子女賬戶 讓減年認為資金流向不明 陳佩琪則解釋認為自己存款符合贈餘的額度 那如果說一年去ATM十次 我是相信說一般人不會知道說你去年去的ATM幾次 那如果說照他這個平均來講 就是說我去ATM我都一年十次的話 那如果一個月一兩次 我不覺得大家覺得這個是很奇怪的事情嗎 陳佩琪不斷強調600萬60次應該要說明時間是從何時開始算 強調沒有人會去計自己一年存了幾次 他就把其中的兩次拿來跟金華城的什麼便當會 跟通過連在一起 那我也是想要訪問大家 就是說那剩下的八次呢 你要兜什麼東西呢 儘管陳佩琪在鏡頭前表現得很可憐 但將百萬存款存進ATM疑點太多 光是靠這些說法就想讓各界相信 不如直接面對大眾把資料拿出來 好好說清楚比較有用 東三新聞政治中心綜合報導 我今天就是要證明我們家的錢 都是正正當當清清白白的錢 陳佩琪身影多天終於出面 卻是接受特定媒體專訪 嘴上強調自己清清白白 但光是說法就有很大的漏洞 我們在2018年利用我家的新一路的房子 去抵押房貸來借錢出來打選債 那一年的選戰我們獲得的選舉補助款 是一千千七百多萬 選舉的花費之後我們還有兩百多萬的一個 現金所得 2018年柯文哲市長選舉 當時夫妻倆將名下房子貸款兩千萬 作為選舉經費 而選舉補助款最後拿到一千七百多萬 照理說應該還有兩百多萬的大洞 連還錢都有困難 加上前幕僚文的說法 也讓外界質疑怎麼可能還會有結餘 選舉的時候先生參加了極多的一個活動 所以他也有車馬費跟出席費 然後親朋好友見到我們 也是會給我們一些贊助金 加總起來大概一千六百二十八萬 林林總總加起來一千六百二十八萬 但這些金流來源 陳佩琪應訊時卻四度翻供改正詞 是心虛還是扯謊 夫人繼續打杯琴牌 這是一些我們正式對我們自己做的澄清 卻沒有辦法把我們的聲音傳達出去 這是我都覺得最感傷心的一個事情 或許最感傷的是陳佩琪想發聲 東森卻只找特定媒體 不願公開面對大眾 不願接受外界質疑 夫人雖親上縫口浪尖 把想說的說完了 四千三百萬商辦 還有其他各界質疑的金流 手上拿著一堆資料 為什麼不敢供誅大眾 陳佩琪這一招 恐怕只會造成更多反效果 東森新聞綜合報導 今天就是要證明我們家的錢 都是陣陣當當清清白白的錢 那我有特別準備了一些 因為存責全部扣押在檢方手裡 所以我特別去幫主席 還有自己最近跑了多家的銀行 去申請他那個交易的明細表 為什麼我們有這些現金的來源 可以存到其他的戶頭去 第一個是我媽媽的帳戶 但是我並沒有提過什麼叫做交易錢 我那時候在連政署講的是 我父親在2016年年中 中間的中獲勢之後 我的媽媽在2016年年底左右 就辦完了她的繼承 她的所有現金的遺產 所以那因為後來我全權負責照顧媽媽 所以媽媽的一些存責提款卡印章 全部都是歸陳佩琪所管 提領出來的我媽媽的錢 從2016年以來大概是535萬左右 就是台銀跟郵局這兩個帳戶 那那個提領是我拿她的提款卡去的 第二個我們家會有如此的現金來源 就是我本身在醫院工作的一個薪資轉帳戶 那也是跟媽媽的一個帳戶一樣 從2016年如果起算的話 我大概提領了507萬左右 然後另外再加上有一些小小的一些帳戶 大概再加上21萬是台銀的帳戶 所以我本身提款出來的大概叫528萬左右 這是我們家的第二筆的那個現金來源 那在第三筆就是說 我們在2018年利用我家的新一路的房子 去抵押房貸來借錢出來打選債 那那一年的選債 我們獲得的選舉補助款是1700多萬 那那一年的花費 就是人事跟活動的花費1500多萬 所以那一年也還有200多萬的選舉補助 就是還回那個選舉的花費之後 我們還有200多萬的一個現金所得這樣子 那另外另外一筆就是我先生本身 從他的帳戶裡面 這幾年提出來的那個提款的額度 也有171萬左右 那還有另外一筆就是另外就是說 去年應該是選舉年 所以先生有很多的一些演講啊 那個通告費 這個在扣角平站上有列入的就有 稅務資料可以查到的就有64萬元 那時候主席也沒有薪水 那大家看到他總是會給他一些加油鼓勵 那這一方面的錢大概有百來萬左右 我以上提出的這些加總起來 大概1628萬左右 我過去就會用這個習慣 在做ATM的提前跟存款 那有人會認為這個很奇怪 其實第一個因為我本身有一點知名度 抽號碼牌有時候大家也知道銀行 抽號碼牌等個30分鐘到14分鐘也是很常見 有些銀行當然就是對我很理義 他說你來的時候為什麼要抽號碼牌 我請你到貴賓室裡面去坐 我幫你辦理就好 那其實我不喜歡讓人家講我是一個特權 所以我大部分就是會乖乖地坐在最角落的地方這樣子 六十次六百萬這個數字是正確的嗎 我不知道這個週刊是怎麼樣算出來的 他應該要跟我講說我是從 他是從哪一天哪一年的哪一個月算到哪一年的哪個月 那如果說他 那個六年來講就是說六百萬 那一年一百萬我想也是在一個人合理的一個正義的額度裡面 六百萬六十次那應該要算那個Interval 就是從哪一年的哪一月算到哪一年的哪一月為止 但是我一直看他這個新聞他並沒有想解釋我說 他我到底這個六百萬六十次是從哪一年到哪一年所做出來的結論 戴帽子戴口罩他是捲入政治獻金假賬案的會計師端木正 這度依偽造文書罪依被告身分傳喚訊後請回 檢方緊迫政治獻金案 這也是目前柯文哲涉入的眾多弊案中金流最明顯的案件 要從中爬梳有沒有其他案的影子傳喚端木正來釐清 同時也鎖定柯文哲和他的妻子兒女們 檢方為了釐清金流 11號下午來到銀行的總行調閱保管商 以及租用的紀錄 裡頭甚至發現查扣了有百萬的現金 甚至還有任錢包 現在就是要來釐清到底是登記在誰的名字下 對此陳佩琪表示 易營的保管商就是他的名字 外傳就在第一銀行總行 距離陳佩琪任職的聯誼車程不用10分鐘 下班用保管箱很方便 檢方複製扁案模式查密 畢竟陳佩琪如同潛在被告 彷彿當年的吳淑貞 本人變成一個名人之後 我就很少去櫃台了 用一個機器對我來講比較沒有壓力 但陳佩琪卻被鍾小平爆料 說有民眾看到他在10號 曾經到易營的信義分行 林櫃洽工 陳佩琪的金流除了在其他銀行 還有在哪 檢方不排除後續會約談陳佩琪 甚至三名子女 因為柯家子女都在日本美國 金流恐怕在海外 而且是走加密貨幣 你有收1500萬嗎 只用銀行保管箱不用納稅不用登記 檢方得先把和柯文哲相關金流逐一比對 政治不排除保管箱不止一個 消失的金流去哪了 有沒有匯款 即將介紹當局盧品龍邀請 特別報導 檢方也要釐清柯文哲USB裡面寫的 小省1500審慶金是什麼 那麼也問了 上午3點 柯文哲你在見里長 你怎麼見審慶金呢 沒想到柯文哲有備而來 直接說我們改期了 柯文哲USB被解密 小省1500審慶金1500是金流 還是時間 是行程表 還是所謂秘密帳本 北檢提示兩人交叉比對 但是柯文哲說是刑事例 不過審慶金回檢方說 兩年前的事情已經忘了 你有收1500萬嗎 你主席有徒例嗎 神秘數字1500要說是柯文哲行程 但卻被周刊寫出 2022年11月1號那一天 柯文哲下午有不公開行程 所算又算不會有多餘時間去找審慶金 根據了解解方為此提訓柯文哲 柯文哲沒有多想就回檢方 那是原本約好的時間 我們改期了 回答的老神在在那審慶金怎麼說 他被提訓時提到1500這問題 說兩年前的事我忘了 反問檢察官那請你調出我當時人在哪 法庭公訪你查一個我才回一個 簡便狂打心理戰 柯文哲閉案從一開始就風聲四起 檢方一邊查貪污土力事證 一邊追錯綜複雜金流還一邊打風聲戰 正經假假消息滿天飛 相信下午還一度傳出有約談 時任柯境總裁務長李文宗 放出李文宗的消息 約談的卻是端木正 還放風聲北市客案也有關西人到案 北檢打風聲戰要讓沒有在押的被告 或案件關西人急得跳腳甚至互咬 咬出真相 尊新聞 黃建華 彭希美SNG小組 在台北報導 真真假假到底誰沒有說真話 而誰又會說溜嘴呢 這次柯文哲捲入了多起弊案越演越烈 檢連為了要追查金華城的千萬不明金流 因此就帶著柯文哲的妻子陳佩琪 直接到銀行查扣了神秘的保管箱 結果陳佩琪非常高調地接受了特定媒體的專訪 甚至她抱怨的就是檢連 檢連說交代她不能夠跟媒體講保管箱的事情 但是陳佩琪也坦承了她可以扣走了兩個保險箱 裡面有各50萬 那麼陳佩琪說為什麼呢 因為她認為柯文哲當市長這個工作呢 是有風險的 所以這是為了哪天出事情的時候 要給兒女硬即時用的現金 柯文哲收押第八天 檢連偵辦柯文哲捲入的多起弊案 為了追查金流 帶著柯文哲的妻子陳佩琪到銀行查扣神秘保險箱 陳佩琪不肯公開說明 卻躲在小房間接受特定媒體檢訪 其實那個保險箱是一個蠻古早的保險箱 我放的都是就是爸爸媽媽在我結婚的時候 給我的一些金式的嫁妝 還有婆婆送的一些玉器 她也喜歡送一些玉器 然後還有小孩子出生有一些金索片那些的東西 我不否認就是說自從先生當了市長之後 我也覺得她是一個很不穩定的工作 我是有放一些少量的現金在裡面 以備不時之需 幾百萬嗎 金額多少 五十萬 陳佩琪說 檢連特別招待她不可以跟媒體講 卻高調接受媒體捐訪還抱怨檢連 被質疑難道這是想轉移焦點嗎 是那檢要帶著那個藝營的那個保險箱 是您的對嗎 藝營的是我的 所以只有一個保險箱 我有兩個保險箱 那我都覺得說出事的話 我都跟小孩子講說你們有五十萬五十萬 可以當緊急的生活費用 說保險箱那個我昨天去開的時候 她特別交代我說你們不可以跟媒體講 陳佩琪坦誠 銀行內被查扣的兩個保險箱 有各五十萬現金 又強調自己沒有特權 但過去平凡使用ATM存進現鈔 多次說法不一也讓外界有諸多質疑 京華城案印小微收受申請金 四千七百四十萬的賄賂款頌 簡幫直至柯文哲就是圖力決策關鍵者 簡連要追消失的一千五百萬 到底流進誰的口袋 陳佩琪在敏感時刻大動作受綁 外界也難免質疑只有壁後動機 東線新聞綜合報導 的確陳佩琪在今天都已經去接受了 特定媒體的專訪 但是她有說清楚嗎 外界都覺得反而你前後根本都不攏 像是柯文哲被爆出她用選舉補助款 買了四千三百萬的商辦遺雲 到底她用的是什麼錢呢 買商辦的動機又是什麼呢 而柯文哲妻子陳佩琪她今天接受訪問 她說當時柯文哲要買商辦 說是可以當辦公室 結果柯文哲自己說 其實是要給民眾黨內來使用的 所以兩個人的說法完全不同 甚至身為柯家大帳房的陳佩琪也爆料 柯文哲個人帳戶面對商辦遺雲 夫妻倆口徑差很大 今年五月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用巡局補助款豪雜四千三百萬現金 買下錦鄰立法院的商辦大樓三輪 說是要做黨務發展 但現在妻子陳佩琪接受特定媒體訪問時 竟然打臉可皮的話 商辦遺雲 夫妻倆口徑竟然不一致 看到說我們台灣民眾黨現在需要一個 在立法院旁邊寫一個辦公室就去買了 我的失序很簡單 有需要就直接買了 坦白講用我個人的名字買的話 監督的力道更大 這是我個人私利不足的這種壞習慣你知道 他就說他可以當作辦公室 他說有一個縱望基金會 或什麼城鄉什麼協會 新屋相協會 新屋相協會 他就說他希望這兩個能夠搬去 跟他一起辦公室 那時候真的是也是私利不周 這個也是要對黨也是很抱歉的事情 夫妻兩人都說私利不周 都說是第一次遇到 但私心和公用動機明明不同 甚至談到外界最好奇的 商辦是哪來的錢 陳佩琪交代清楚了 但又打了柯P一巴掌 我們的財務長就自動自發 按照條文就寄到我的帳戶去 再選後大概一個多月 那我拿到這個錢想說 這個錢我們也不可能把它吞掉 都是從柯文哲主席自己的那個 私有的那個帳戶裡面弄出去的 那這個是全部的一個證 民眾黨是有 他們說他們有時候規定是個人得到三分之二 對 然後那時候就是 當時候的應該是叫會計來出納 就說 因為他一直急著要把這個事情完成 就一直跟主席講說 趕快提供你的帳戶 我要趕快把這個事情 就把它交辦完成 不管是客家大帳房 還原過程巨細迷移 還首度秀出商辦轉帳證明 買方是陳佩琪 十一筆轉帳紀錄 但就是跟黨主席說的對不起來 就連商辦原屋主到底為何急著賣房 都是不同說法 因為剛好那個屋主急著要脫手了 因為要全家移民到美國去 我只是一個找仲介 然後簽譯的時候才看到一對70到75歲的兄弟 他們聯合持有了四十幾年 因為老了也想要分家賣掉 就是因為在住家旁邊的一個 開一個中間就在家裡對面 移民還是分家 不管原屋主脫手理由違和 但同住一個屋簷下的夫妻 連屋主要賣的原因都不同調 甚至找房仲買到房 只有一到兩個月 只能說口袋有錢 買房出手就是和一般人不同 但看似陳佩琪想幫丈夫解釋 卻爆料柯文哲有私人小金雞母 是越幫越幫到忙 還是想要轉移風向 恐怕越看越糊塗 東恩新聞綜合報導 的確很糊塗 到底誰說的是真的 這個人大家也認識黃珊珊 所以也被問到說 那黃珊珊的角色是什麼 尤其柯文哲跟陳佩琪 好多次都到了黃珊珊家去休息 所以被質疑是不是有串政的嫌疑 但是今天陳佩琪談起了黃珊珊 卻說本案的律師不是黃珊珊 而且去她家之前 其實跟黃珊珊也沒見過幾次面 甚至強調柯文哲收押當晚 黃珊珊只是想要陪陪她 甚至也沒有聊到任何的法律攻防 所以難道黃珊珊真的只是司機嗎 所以又要怎麼證明 因為畢竟黃珊珊的確是有法律背景 可以提供法律協助的 所以外界都認為陳佩琪這樣子的回答 似乎只是想要淡化黃珊珊 在金華城暗中的角色 其實我見過黃珊珊沒有幾次 就是主要有選舉的時候 有時候要跑行程的時候 在車上搭工作一車這樣子 黃珊珊可是前台北市副市長陳佩琪 卻說沒見過幾次 而且柯文哲無保請回時 黃珊珊當起司機 再夫妻倆一同去休息 柯文哲被擠壓當晚 黃珊珊也現身 柯文哲住家附近 將陳佩琪接走 難道黃珊珊只是熱親司機嗎 那天我出來的時候 已經晚上10點多11點了 後來有人打LINE給我講說 你往前走 我們民眾黨的車子 就在前面接你 然後我一直往前走 因為人很多 那就是珊珊來接我 我當然很感謝那個10點多的人 家在外面接我 他想說我一個人在那邊 他是覺得一個女生 他也不太放心 所以他就把我接去這樣 這就是很簡單的故事 就是這個樣子 陳佩琪多次到黃珊珊家碰面 遭質疑有創政嫌疑 黃珊珊的接送情 背後到底扮演什麼角色 記者當時也沒追問 但金華城三次便當會 黃珊珊都有參與 似乎不像陳佩琪口中 只是單純的司機角色 這一時間是不是還有在 輸出要來給主持 等一下好嗎 我們同意說好 謝謝 加上陳佩琪 每回和黃珊珊一同現身 似乎都準備好新說詞 這些說法是否有黃珊珊下指導期 回到他家之後休息 這幾天有沒有 就法律公訪的部分有沒有聊 我因為法律的那個 現在請的法律的那個律師 好像也不是他 就是想陪伴我 不是委任律師 難道就不能出主意 影響事件走向嗎 如今陳佩琪的回應 似乎必重就輕 想淡化黃珊珊在金華城案中 扮演角色 總之新聞政治中心最好報導 很感謝各位 特別來這個台波大樓 那我今天是有準備了一些 比較客觀的一個數據資料 柯萬哲遭激押後 妻子陳佩琪出招 找媒體來台波大樓專訪他 但看向桌上的麥克風 總共只有三家媒體 比起事宜記者會 看起來更像是為自己量身打造 那就是珊珊來接我 然後當然感謝那個十點多的人 在外面接我 他想說我一個人在那邊 他是覺得一個女生 他也不太放心 法律的那個 先生請的法律的那個律師 好像也不是他 所以他也沒有在 他只是就是想陪伴我 陳佩琪有備而來 彈請柯文哲被羈押那天 和黃珊珊一同離開 但真的什麼都沒聊嗎 陳佩琪隔天就現身北索 先幫柯文哲辯稱 不知道精華成案 再條列式回應爭議 被議員形容全程黃珊珊 就像在背後盯場 面對記者追問還轉頭就走 這回一樣說完了想說的 這句話又出現了 有關於立委 黃珊珊 不快轉 想問一下因為其實就是 你是不是那個有 記者會有限制時間 你們再問這句話好不好 好 似乎是覺得回答夠了 又想要媒體喊停 而訪問到一半 背後的櫃子玻璃反射 也讓民眾黨團主任 陳志涵的聲音露了線 說比OK是以全程緊盯記者會 速度來到盡頭前 這難道不是下指導期 不論如何寧願待在小房間 卻不願接受所有媒體檢驗 放下先生柯文哲 最愛掛在嘴上的公開透明 東三新聞正中心綜合報導